今日新冠肺炎快篩阳性术有下降 疫情热区慢慢缩为热点 为了维持精准筛检 救出确诊者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 要改成向确诊者直接询问 发病前接触过哪些人 透过同心源方式 精准找出快篩阳性者 可能比社区普篩更有效率 在一个社区去做普篩 坦白讲在公共卫生学上的 考量还是有问题 如果那个地方 他每次做了100个 快篩阳性不到1个 所以要考虑成本效益 所以应该要倒过来 从那个确诊案例来做 所以现在只要找到确诊案例 就开始做疫调 找到可能的感染源 这个要做源头管制 另外一个是直接问他 透过疫调说 你觉得你在发病前两天三天 你接触过哪些人 我们通常就把那些人通知他们如果愿意来做筛检的你知道 通常如果是 第一圈你知道很密切接触 达到那个居家隔离的标准 那当然要居家隔离 不过以前的居家隔离 也是摆在那里看17天 我们现在就比较积极了 其实今天到万华 你知道做普赛 你知道 阳性率2% 2点多% 了不起是这样 可是如果我们是用 同心员 就从那个 已经确认者 以他为同心员去找他旁边可能的接触人 你知道 在做快赛 你看阳性率最差的还有5.4 高的可以到23% 这远远大于我们目前去做 普赛的1% 1.多% 所以这表示说 他可以更精准的去 把那些可能的感染者找出来 那我们看看 有没有效 我们看内湖区 这就蛮明显的 你看5月31号之前 我们就做很简单 我们就做一个说 好我们就 用前过去5天 确诊的案例把它找出来 把它点起来 在5月31号的时候 还蛮明显的很多点 在这上面 可是你到6月13号 再说好前5天的 那点就少掉了 但还是有一些热点的存在 所以 慢慢的我们开始用这种策略 就要精准筛 克文哲表示 尽管疫苗还是终极解决方法 不过在疫苗施打尚未普及前 要达成清零计划 还是要有应变策略 记者温云俊台北报道 先说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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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